美国太平洋司令哈里斯14号出席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作证 针对台海问题表示 美方会依据美中三公报和台湾关系法继续协防台湾 并进行人民实质交流 绝不会接受中国以武力迫使台湾人民统一 哈里斯指出中国的军事支出和能力逐年增强 台湾的防卫能力却相对减弱 美国必须展现决心继续帮助台湾自我防卫 定期对台军售并训练台湾军队 以维系台湾的民主体制 他强调中国以大举投资太空科技和人工智慧 弹道飞弹更是对准美军太平洋基地和美国本土 美方如果不跟上脚步 太平洋司令未来在战场上将难以跟解放军竞争 另一方面 美国国务院亚太助理国务卿提名人董云上 则在参议院外交听证会上 解释了美国政府网站撤出中华民国国旗的事件 他表示这是承包商做的变更 并没有经过办公室的指示 但因为美国并不承认台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所以政府网站本来就不会显示中华民国国旗 而被问到是否鼓励美国资深官员访问台湾 并与台湾官员会面 董云上指出基于美中三公报和台湾关系法 当然会继续支持美台维持活跃的非官方关系 新闻时事报整理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